是你在车上也还留着那个鼻血 幼儿只能留鼻血 其实我觉得我穿上西装 大约的鱼 然后你看到他车在外面 然后就出来了 我们在拍这个海报之前 是把那一场戏的前后 又重温了一遍 因为那一段是整个电影里面 最经典的一个画面 就是机车和婚纱 就是因为你感受他的那个 身体的那个温度 最后一次靠近他了 我没感觉到你是要抱着他 可能你把那个情绪演出来 你就有那个过程就是 你不想走的 然后他为了保护你 就强迫你要把你 送回去 都吵起来 就是你不愿意走 你要带我去哪儿 跟我走一下 这很危险 别吵了 跟我走 这车太高了 就是放肆 就是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 我要把我所有的情感 全部放在这一次约会里面 我什么都不管了 就是一场 穷途末路的爱情 不 哪有亲人 要这么亲的 就我没看到你就 你起码可以 真的 你就想着他是你女朋友吧 好吗 你就想着他是你男朋友吧 很好的 这个是好看的 摸他的脸 可以啦 好 好 这个就是先开心的 没有不开心的事发生的之前 就是这个男人真的 是我一生中见过最浪漫的男人 我把蛋光拿回去的时候 看到沈月的眼睛 然后那个蜡烛的光 刚好照到沈月的眼睛那儿 能感觉 对方的眼睛里面有欣喜 对于甜美 沈月我没担心过 咱俩收工 我们拍的这个节目叫天若有情 对 对 上来这么劲爆吗 对 其实我那时候去拍这个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沈月好冷啊 因为他穿到婚纱就是 我当时拍的时候也有一种赶紧带沈月拍完一组好的照片 带他回暖和的地方 我好有感觉哦 好 开始我们的投票 好 开始我们的投票 就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里都有 那个星星的那个感觉 就是一段小情侣 你能够从他表情读出来 他们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摩托车上 在那张照片里好像 你只有男生 他是你唯一的世界 男生的眼神很坚毅 然后想到天若有情刘德华 另外我觉得两个人在台上以后 我看见他们两个看着眼睛说话 有这样的习惯 我觉得很好 眼睛心灵的窗户嘛 那里面的情绪很多 如果能够建立起那样的信任和懂得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CP关系 好 哇 压倒性了 那还是坚定的蓝色多 恭喜 好 接下来就请下一次来到舞台上 好 好的 谢谢二位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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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啊 就可以 好衰啊这个 其实在拍摄之前 我们也互相讨论了 然后我也找了一些照片 当时比较经典的一些镜头 这一批照 希望把他这个人物关系 呈现在丰满一点吧 那就这样了吗 这样了 然后你呢 拍照片的话 我觉得大话稀有还是蛮好的 就感觉我们还 选的还挺对的 刚开始拍感觉他 他站在那儿 我站在这儿 手 行吧搭一下 就是这样子 就感觉两个人离得很远 虽然当中也就空这么一点点距离 但是感觉就离得很远很远 你不要就慌着 要做这个动作 你知道吗 你真的要碰他 你是很爱他的 然后你要最后一次摸他了 可能就是那个感觉 不是就放个手在这里 一开始我们第一次合作 还在一个熟悉的阶段 曼姐他过来之后 非常简单的几句话 完全就打破了这个 我们之间这个壁垒吧 算是 就我们也一切都能投入在里面 最后拍出来的